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判官,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国产悬疑惊悚电影《黑楼孤魂》,影片由导演梁明指导,虽然知名度小,但气氛却极为惊悚,影片开头是文革时期,一个名叫小菊的少女,一家遭人迫害,小菊本人被吊死在家里,凶手将现场伪装成自杀, 电影正在紧张地拍摄,录音师霍峰对现场效果不甚满意,于是带女主角于红回住处做音效,霍峰所住的旧楼面临拆迁,大多数住户早已搬离,只留下老领导,老林,无业青年游飞,以及霍峰三家,于红在楼内看到异样幻想,雷锋的录音设备也采样到诡异的响动,好奇心驱使他独自闯入了阴森恐怖的地下室,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, 于是霍峰回到房间习惯地打开录音机检查刚才录的效果,不料他听到立体声中的两个声位中发出不同的声音效果,一声道录的是于红的脚步声,另一声道却是非常奇怪的哭泣声即撞门声,而于红的特异功能使他可以看到过去,他发现文革中这里发生了一件谋杀案,被害者是个14岁的小女孩,为了弄清真相,霍峰和于红开始调查, 霍峰走访了当年的老公安和抄家的红卫兵,了解到了一些情况,就在此时于红又在拍戏的过程中,感觉到了导演郑伟的过去,他正在把一个小女孩吊在房梁上,于红把他所有看到的情景告诉了霍峰,正好谈话被导演郑伟听到了,霍峰和于红再度来到地下室,想证实一下真假,可是于红看到的却是一个人偷金佛的情况,事情更加复杂了, 霍峰回到自己的房间时,录音机自动开启,他听到了导演的惨叫声和救命声,于是一切都明白了,正当霍峰想找到证据以法律制裁凶手的时候,含冤了十几年的孤魂,也以他独特的方式,向至今逍遥法外的道貌岸然的仇人进行了报复,霍峰庄严的走进了地下室,劝说冤魂不要以这种方式来报复, 冤魂因受到霍峰和于红的妨碍,报复不成而被激怒,整座楼房都在震颤,霍峰被击倒在地,双耳流血,于红也被吓昏了过去,导演的影片获奖了,汽车里郑磊依然沉浸在赞扬声中,猛然他发现,他坐的汽车没有司机,在自行飞驰,叫车静止来到旧楼前,郑磊被摔进了破楼,最终吊死在楼里,而影片的最后,随着护士一声吃药了的招呼, 这个病房中的病人讲的故事结束了,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这是中国恐怖片惯用的方法,然而这部影片与众不同的地方却在它的制作,不论是声音还是画面,所呈现出的恐怖气氛都是极佳,让人情不自禁地站立。 好了,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,如需获取所解说电影的资源,请微信搜索公众号夜晚三点半,回复电影名称即可。